日理德武国小参与族语教育学习环境评鉴 以部落特有的七坛九记忆为核心发想 荣获了优等奖的殊荣 德武国小在今年度的营造族语学习环境活动创意方案真文当中 以七坛九作为核心发想获得优等奖 而身为在地族人的斯拉老师 也在过程中扮演知识传递者的重要角色 应该也有责任让小朋友了解说 我们的风铃剂不只在那边跳跳唱唱 到底我们是为什么要跳要唱 在推动方案当中学校努力跟社区联结 并在部落设置八个学习基点 让足以推动的量能扩大到部落层面 最近在课堂上我也会就是不断的让学生们去用综合课 然后让学生们认识一下自己的文化 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化传承以及了解过去鲜明一些状况 藉由七坛九的故事来去做 如果真的想要知道七坛九的故事的话 那会有另外一个制作的方式来了解 我们部落的七坛九为什么要叫七坛九 透过这次计划也强化部落与校园的合作经验 创造足以学习环境 三方表示后续将会持续推动相关教学政策 延续传统智慧 记者高松双玉镇采访报道 明镜深呼唤 明镜深呼唤 明镜深呼唤